你是不是经常为复杂的市场分析感到头疼? 就像我刚开始接触交易那样, 总是希望找到一款能够覆盖股票、外汇、加密货币等多种市场的看盘软件。 而且这个软件还要有丰富的技术指标,并且易于操作。 如果你有这些需求,那么今天的内容绝对不能错过。 有一款工具,它被CME、币安等顶级交易所采用, 并且拥有全球5000万用户的信赖。 这款工具被誉为金融界的瑞士军刀,它就是Tradingwill。 但你知道吗?Tradingwill不仅仅是一个图标软件, 它还是一个拥有超过135万种金融资产实时数据的平台, 支持历史数据回溯,验证你的交易策略, 并且内置了超过100种技术指标。 不仅如此,这里还有全球最大的交易社区, 许多职业交易员在这里分享他们的宝贵经验。 在这个视频中,我将深入浅出地介绍Tradingwill的强大功能, 从安装步骤到界面详解, 再到如何利用其社区资源提升你的交易技能。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,还是资深投资者, 看完这个视频后,对你的交易一定有所帮助。 现在请跟随我的脚步,一起认识Tradingwill吧。 安装Tradingwill非常简单。 首先,打开你的浏览器,输入Tradingwill的网址。 在Tradingwill的官网上, 我们把鼠标移到更多选项, 然后选择下载。 点击电脑版。 Tradingwill这个软件是支持跨平台的。 Windows、MacOS、Linux都可以使用。 我们就以Windows为例。 点击对应的版本后, 浏览器会开始下载Tradingwill的安装文件。 下载完成后,双击刚刚下载的安装文件。 这将启动安装向导,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进行操作。 完成后,点击完成按钮。 现在你就可以打开Tradingwill的应用程序了。 Tradingwill的用户界面被认为是直观且用户友好的, 即使对于初学者也很容易上手。 界面主要分为几个区域。 首先是顶部工具栏。 这里是用户头像区域。 点击后,可以进入个人资料编辑页面。 APP设置这个选项, 可以进行系统主题的切换。 亮色或者暗色或者是跟随系统。 下面这个绘图面板的按钮, 可以控制绘图面板的开启与关闭。 为了方便后续的绘图工具讲解, 我们选择开启绘图面板。 此外,这里的语言选项提供了系统语言切换功能。 下方则是键盘快捷键选项。 剪开后,我们可以查找快捷键, 方便我们更高效地使用软件。 在头像旁边, 你会看到一个放大镜图标。 这是用于输入标的代码的搜索框。 例如,我们想查看Apple的价格走势。 只需要点击放大镜,输入Apple, 然后点击确定,即可打开Apple的价格图表。 接下来是加号按钮。 它的功能是叠加图表。 假设我们想要把纳斯达克指数叠加到当前图表中, 只需点击加号。 输入QQQ, 然后选择相应的标的,即可成功叠加。 如果需要删除叠加的图表, 只需将鼠标移至图表左上角。 点击垃圾桶图表,即可移除。 右边是时间周期切换按钮。 点击后,您可以选择1分钟, 15分钟,30分钟, 1小时,4小时等多种时间周期。 TradingWil的高级版, 甚至支持精确到秒的周期设置。 这个K线图表用于更改K线样式, 包括美国线、线形图、面积图等多种选项。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K线图。 这个指标按钮是添加技术指标的入口。 点击后,您可以看到系统默认提供的丰富技术指标库, 常见的MACD、KDJ、WR、RSI、布林黛等。 我们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添加。 闹钟图表是警报功能。 点击后,您可以设置警报条件。 在通知选项卡中,您可以设置警报方式。 例如通过手机APP或者邮箱接收警报信息。 最后是回放功能。 点击后,在您需要的位置单击即可进入回放模式。 在回放模式下,您可以进行模拟交易。 点击关闭按钮即可退出回放模式。 回放按钮的旁边是撤销和重做按钮。 比如说,我们画了一条趋势线。 我们点击撤销按钮,就可以撤销划线的操作。 点击重做,就重做划线的操作。 我们再来看顶部的右侧。 第一个是布局设置按钮。 点击它,我们可以修改页面的布局。 例如,多只股票同时显示在一个画面。 不过这个功能属于付费功能。 旁边的文字就是我们布局的名称。 我们对图表的所有更改,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保存。 我们点击右边的按钮,还可以开启自动保存的选项。 支持图表数据的导出和分享。 我们再来看右边这个带闪电标志的放大镜按钮。 它是快速搜索功能。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需要的任何功能。 然后就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应的功能。 右边这个设置按钮。 这里是针对图表的全局修改。 例如,我们可以修改K线的颜色。 因为TradingView的默认是绿涨红跌。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,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。 此外还包括状态行、比例、线条、版面、交易、警报、事件等设置。 大家可以分别点开看看里面有哪些功能。 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DIY。 这个按钮是全屏按钮。 点击后,图表就进入全屏状态。 我们按ESC键可以退出全屏状态。 右边这个相机按钮就是生成快照,也就是截屏。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实用的。 最后的这个发表按钮就是发表我们的观点。 如果你对标的有什么想法,可以分享到社区。 左侧工具栏集成了丰富的绘图功能,让我们来逐一了解。 第一项是光标工具,提供了十字线、圆点、箭头、荧光笔等多种显示模式。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偏好自有设置。 第二项是线条绘制工具,囊括了趋势线、射线、水平线等实用功能。 以射线为例,我们只需选定两个点,即可完成绘制。 这里分享一个实用技巧。 通过点击工具右侧的五角星图标,可以将常用工具添加至收藏栏。 收藏栏支持自由移动。 点击底部收藏按钮,即可以快速换出或者隐藏。 第三项是菲布纳契分析工具,包括菲布纳契回撤、菲布纳契通道以及江恩箱等专业工具。 其中的回撤和通道功能有未常用。 第四项是形态分析工具,提供头肩形态、三角形态以及艾略特波浪理论和经济周期线等高级分析功能。 第五项是投影工具组,包含多空头寸分析、盈亏比计算等功能。 值得一提的是成交量分析工具。 通过选定K线区间,可以直观呈现该时端的成交量密集区域。 第六项是图形绘制工具,提供丰富的绘图选项。 以笔刷工具为例,可以实现自由绘图。 箭头工具用于标记关键简位。 矩形工具则可以快速绘制出箱体结构。 第七项是文字标注工具,支持在图表任意位置添加文字说明。 第八项是贴纸工具,提供多种表情符号,为图表增加确信。 第九项是测量工具,可以精确计算K线数量或时间跨度。 第十项是局部放大工具,支持对选定区域进行细节观察。 第十一项是磁吸工具,开启后,绘图对象可以自动对齐K线的关键点位,提升绘图精准度。 第十二项是持续绘图工具,启用后可以连续进行多个绘图操作,无需反复切换工具。 第十三项是绘图锁定功能,可将所有绘图对象固定,防止无操作导致位移或变形。 第十四项是隐藏功能,支持选择性隐藏绘图元素或技术指标,也可以一键隐藏所有内容。 最后是清除功能,可以快速移除指定的绘图或指标。 这套绘图工具,功能全面且实用。 看到这里,你应该大概了解了TradingView的强大之处。 右侧工具栏为您提供便捷的市场信息访问功能,包含市场概览、时事新闻、社交动态,以及观察列表等核心功能模块。 第一项功能为自选股管理及资讯查看。 点击该图标后,你可以便捷管理自选股票池,将鼠标选停在各股后方,即可以显示删除选项。 该模块同时提供各股的详细数据及关联的新闻资讯。 第二项是警报功能模块,支持用户设置并管理价格警报,实时监控市场移动。 第三项是行情数据面板,完整展示标的的开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以及收盘价等关键数据。 通过对象数功能,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显示或隐藏K线、成交量等技术指标。 第四项为社区交流功能,汇聚市场参与者的实时观点与投资见解。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第五项是智能筛选器,支持多维度的标的筛选。 用户可以根据市场类别或自定义条件,比如说筛选TTM净资产收益率超过30%的优质标的,进行精准选股。 第六项为财经日历,提供重要市场事件以及个股公告的及时提醒。 第七项为期权数据模块,提供专业的期权信息查询服务。 第八项为社区动态,实时更新用户分享的市场观点与投资策略。 第九项为消息中心,整合评论、关注及点赞等互动通知。 最后一项是帮助中心,为我们提供详尽的功能说明与使用指南,帮助我们快速掌握软件的各项功能。 底部功能面板集成了多个实用工具,包括选股器、Pine编辑器、策略测试器、回放交易面板和交易面板。 选股器是筛选投资标的的核心工具,帮助用户快速定位符合需求的正确品种。 对于希望深度定制交易策略的用户,Pine编辑器提供了强大的编程支持。 通过掌握trading wheel的Pine脚本语言,用户可以自主开发个性化的技术指标和交易策略。 策略测试器是验证交易策略有效性的重要工具。 通过历史数据回测,用户可以直观评估策略的盈利能力、风险水平和稳定性,为实判交易提供可靠依据。 回放交易面板则提供了独特的功能,它允许用户在特定历史时段模拟交易,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市场走势和策略表现。 交易面板整合了多家主流券商的接入服务,包括富途摸摸。 盈透证券等知名交易平台。 值得一提的是PayPal Trading功能,这是Tradingville官方提供的模拟交易账户。 我们可以通过该功能进行无风险的交易练习,除始模拟资金为10万元,是新手学习和策略验证的理想工具。 上面介绍的主要是Tradingville的相关功能,但是Tradingville不仅仅是一个图表平台,它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。 你可以在这里浏览其他交易者的观点,甚至参与直播讨论。 我们可以点击软件最上方的加号,然后点击下方的社区按钮。 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和分享自己的见解。 最下方还有脚本库。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用户分享的指标和策略。 我们再点击一下加号,这里还有很多隐藏的功能。 例如这个热图,这里所有的标的会以热图的形式进行显示,方便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整体走势和资金流向。 看到这里,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Tradingville的强大之处。 从跨市场数据整合到专业级的技术分析工具。 从策略回测验证到全球交易者的智慧共享。 这不仅仅是一款软件,更是一套完整的交易生态系统。 在投资的世界里,信息就是力量,工具决定效率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如果对你有帮助,别忘了点赞收藏,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。 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,投资路上让我们一起成长。